判斷認為是說放在醫院裡面可能會比讓他在外面去會更危險 有可能引起 因為醫院裡面大部分都是從事醫療工作 這個比較容易跟醫療的 還有很多病患他是比較容易被感染的 可是我對於你的回答我也是認為 有兩點 第一個動不動就是不想當署長 這不想當署長跟超級細菌會不會進來會不會斷絕能不能控制一點關係都沒有 是沒有關係可是他問我說那如果是這樣的話怎麼辦 怎麼辦那你就要講你專業的這個署長不是專業的問題 所以你在國會電堂 你玩笑你老是覺得好像媒體只把你的不經意的話報出來 可是為什麼別人都沒有不經意的話被報就唯獨你比較多 我希望你稍微 那不是在國會那個是這個記者把我堵住了 在講的話 我在國會上沒有講 這個立法院都是屬於國會的 記者全部都是針對立法院裡面 我在這裡沒有 不管 不管你有很多次啦因為你記錄很多了啦所以我是希望啊希望你不要再用這樣的因為這個於事無補又沒辦法呈現出你的專業只會讓人家覺得你這個已經算是很熟的熟男了講起話來好像還蠻年輕的只能這樣子說我不曉得是對你來講是是是是加分還 謝謝 就是加分還蠻年輕的只能為止比較難控制的一種而已 那麼也目前也都還有至少有有講到說有兩種這個抗生素是可以 黴菌啊啊什麼什麼我不太曉得那個怎麼講啊專業可以還是有效 我覺得是有一點就我所知道包括H1N1的時候SARS是因為這個病毒我們確實當時H5N1我們還不是那麼了解那像H1N1都是很平常可是很多國際性的藥廠每次到了這個容易有病毒感染的時候就開始大炒作無非是想要賣他的藥 我說實在話要不然就是怎麼樣就是要來要來賣他的疫苗我相信你們專業的人都很清楚身為一個國家的署衛生署的署長你要有一些最基本的這個專業的判斷那麼這種說實在話你說超級不斷的去強調能夠讓這個超級在我們這個台灣不產生嗎不影響嗎 或者你只是也跟著來引起恐慌呢我覺得你要做一些專業的判斷你這樣一個大陣仗然後你又形容的這麼清楚來自什麼印度來那個什麼開招的又最近怎麼樣把這個當事人雖然名字沒有講但是背景就像我如果我講說啊就是有一個經常說不行我要辭官的那個署長大家都知道那是誰啊對不對 好我報告一下那你還要拿這個來處罰媒體我覺得你在這兩件事情的處理方面啊你應該好好檢討我今天我我希望啊以後我們都能夠再比較理性的啊專業就算是有對你有這個啊每一個立委他有不同的角度來來的 有有一些你認為他們不夠客觀或什麼你也用不著用意氣用事的方式我希望以後我們盡量不要好不好 好我要報告一下喔 因為這個國際的媒體大量的報告這個NTM1對不對然後我們國內也這個偵測到這樣一個病人那我們疾病管制局請一位同仁向媒體報告我想是應該的我們也沒有什麼特別的陣仗 你確定他真的是嗎我都有一點懷疑是的你現在如果是這樣子的話你又說我們也沒辦法控制那個到底這個準確度多少啊 不是沒有辦法控制我們講得很清楚你不是說你也沒辦法控制嗎我是說我們不可能說讓他完全不進來我的我的用的詞是非常精準的不是控制喔是不可能因為我們也很清楚事實是如此啊喔因為我們不可能不跟國外有所互動啊 那目前為止這個超級細菌有在增加的狀況嗎有沒有目前為止 在全球上是有啊在台灣有在增加的案例嗎 不是台灣我們知道既然在國際上有而且增加 不是我是說在台灣經過你這樣子特別站出來呼籲我們已經得到了 那是不是就因為這個跟一般民眾的影響不大 我沒有主要還是在院內感染的可能性才會增加吧對不對 可是我不能隱瞞有這樣的一個事實啊 這不是隱瞞就是說你在講這些事情的時候其實有時候也應該帶一些帶一些比較專業的說法啊沒有必要呢啊幫忙這些 那天我沒有出來就記得招待會 我請疾病管制局的副局長向媒體做了一個詳細的說明 那天我想說明是相當的詳細的那 我想我希望這個部分啊 那你確定這個人自我管到目前為止啊 這個這個也都回家自己去去自我管制啊 然後你們也在追蹤到目前為止也沒有發生任何一個新的案例囉 目前沒有沒有 將來還是有可能會從國外進來 那個你也不曉得啊 搞不好沒有也不一定啊 可是我們不能排除 對啊 但是你不能說還沒有到的事情 那你只能說有可能但是 所以我們要讓所有的醫院要有提高解決吧 管轄的醫院你要去告訴他們要注意 好 那麼另外一件事情是 有關這個啊 你這個17家這個 所謂用的冒牌醫院 你說全部都要一併一併處罰 就是要這個停停止一年 可是好像有11家是沒有停止一年 直接用賠錢了事的方式 現在我們的法規 你要把這些事情說清楚講明白 要不然的話也有很多診所說 我願意啊 我願意賠一年再賠一年了事 可是我就沒辦法 你不是說要公平處理嗎 回答一下 我說明一下啊 第一個這些診所 有的說它是被門閉了 因為那個假的意思是拿著別人的這個影印的這個證照 不是 我先把他講完 我把他講完 他們確實有 也都知道他們確實都有 我知道 這個該法我是堅持一定要處罰 我要講清楚 可是你講說大家都是停一年 可是為什麼 有11家你說 不會 我健保局的處理 高一不是這樣子嗎 高一不是停約一年 後來考量到說影響病患 都一樣 現在都一樣 為了考量當地這個醫療資源有限 所以現在這規定是可以回扣一年 這些醫院 然後不停止一年的這個不續約 是不是這樣子 確定嗎 確定 這話可是大家都聽得到 這個所有健保局處理都是一致的 這個不是我 健保局今天有人來嗎 好來健保局有一件事情我覺得處理上 我希望你們考量一下啊 健保局如果啊 因為債務的關係或者是違法的時候啊 常常是把這些沒有繳健保的這些醫療院所呢 債務呢轉移給第三者 這個因為呢你們有用機構兩個字啊 我舉一個例子來講啊 目前我們的這個特約醫療院所比例有百分之九十二點三嘛 三七嘛 那麼現在他們的做法就是說啊 有X醫院假設他的A醫師違法被處分沒有繳清這個錢 結果呢有一位B醫師呢 因為醫院建的以後很難改變 而且他本來就是醫療設備 所以他就把他租了 然後呢去申請呢變成Y醫院 結果呢健保局要求呢 你非得把X醫院A醫師的那個被處罰的錢全部繳完以後 你才可以這個吸引 為什麼是這樣子嗎 你說的是換了那個負責醫師嘛 對 沒錯 這個我請這個健保局 我回去給你一個舒服的答案 你這樣的連結是用 因為他接受了嘛 他換了這個 因為我們的 可是他接受的是 醫生為什麼是 為什麼是上一個負責人的那個醫生出的狀況 沒繳的錢 是要下一個去承接這一家醫院的人要去放 除非這個A醫師還在那邊工作 又做同樣的違法的事情 我規定是負責醫師要去承接前面的 你們現在不是這樣做 署長你可能不清楚 你們在處理上是用這種 非常不恰當的連結的方式 因為他是承接的負責醫師 當然要蓋過承受 目前是這樣 我在查清楚給你報告 不是他是承接醫院 但是醫院裡面如果 我覺得這樣子合法嗎 這在我們的整個處罰條款裡面是合法嗎 你要思考一下 我再請他們研究一下 因為時間的關係 這問題我們還要再探討好不好 謝謝 感謝楊委員 署長你有答應楊委員 你很熟很熟的 爛人不要講太年輕的話 你剛才有答應他 你要記住 來我們接下來請王議員 謝謝